哈囉,大家好,我是智柏 這是個關於創作人的垃圾化 一般人的真心話聊天節目 歡迎來到 波波波波 嗶嗶包包 Yo,歡迎來到 波波波波波 嗶嗶包包 我們今天呢 還是邀請到我們的 最由... 欸,這是... 你剛剛是什麼浪漫 理性的浪漫 理性的... 理性的浪漫的藝術家 張柏傑 我們上一集呢 就是柏傑跟大家分享了 他如何變成現在這個樣子的 就是有這個 當代藝術啊 建築啊 鑲嵌玻璃的背景 但是呢 其實他今天來要分享一個 他個人 我覺得也是一個蠻重大的計畫 因為 你作為一個可能是相對是視覺藝術家 你這次竟然到 台中歌劇院當助館藝術家 登登 登登 對,這是個什麼樣的契機 然後你又要帶來什麼樣的活動呢 應該說最早會是 剛開始做槍嵌玻璃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如果玻璃會有聲音 那會是怎麼樣的聲音 砰砰 砰 砰 哈哈哈哈 那如果要有聲音要怎麼樣 去讓玻璃發出聲音 讓玻璃就甩碎它 對,甩碎它 是其中一個 那 那時候我就會覺得 因為 我那時候對早期的 上一個 上一個世紀的類比的產物 非常有好奇 所以我會收集 其中一個品項就是黑膠 嗯 那我就發現黑膠它基本上就是 黑膠唱盤上面的 凹凸紋路 嗯 然後因為它的發音的原理就是唱真去刮 刮上面的紋路 產生音訊 對 產生聲音出來 對 那我覺得這個原理太厲害了 所以 我那時候有一塊燈具 它其實是一片圓 那那一片圓的直徑是30公分 嗯 那其實那個直徑的公分數就是黑膠的尺寸 剛剛好嗎 剛剛好 喔真的喔 就都是梗 都是設定好的 當初設定就是 我想做一個很經典的尺寸 喔那個是你做的 不是你找到的原來的玻璃 沒有就是 把大片玻璃從窗戶拆下來之後去切 然後拆切成跟黑膠一樣的大小 所以我就是把不同的窗花拿去黑膠地上面去刮 對 去刮 然後你就會聽到不同窗花的聲音是不同的 因為不同的紋理就會發生不同的音訊 其實對我來說是很震驚 是因為 黑膠跟黑膠唱盤及跟窗花這件事情是屬於上個時代的東西 對 可是我們沒有用過這樣的組合方式 而發出聲音對我來說就是新美體藝術 喔 而且其實你這個計畫有在日本得獎 對 要是怎麼講 那時候就是我們發現這個原理之後 我就邀請音樂家徐彥婷 對 他就是過來就是把每個音訊 然後素材收集起來 然後配合他的想像跟他的覺得 海棠花會讓他想到什麼 比如說 海棠花的花紋 花紋他會想到街景啊 小小小巷弄啊 家庭的聲音 然後比如說十字文就很像電波 他就會去想像他在外太空等等的 所以我們把這些想像跟素材變成五首歌 變成一個專輯叫做光音 光音音樂的音 對光音音樂的音 所以我們就覺得我們好了 我們現在有了專輯之後 我們是不是可以發展一些可能性 比如說我們光音音的展覽的時候 我們展覽的時候不僅是聲音跟燈劇 他們同時也是徐彥婷現場live表演 然後再來是這樣的企劃 可不可以用到商業的空間跟藝術的美術館 所以我們商業空間我們就是一個酒吧跟我們合作 然後空間的音樂跟碧燈都是用我們的作品 現在還有嗎 它是一個限定期間 所以現在沒有了 對現在沒有了 可是碧燈還是在那邊 哪一間酒吧 就是爹爹茶 爹爹茶 在台北市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我們把這個計畫 申請了一個國際的獎項 叫做富山國際玻璃工藝獎 那基本上它是在日本的富山 一個玻璃美術館 然後它是全球性的針見 那這個美術館辦的比賽他們很有趣 是因為他們想討論玻璃的當代藝術的可能性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概念拿去展覽 然後也很幸運的獲得了銀牌獎 哇塞它是全球針見 對 好厲害喔 所以你是給他看你當時展覽的錄像嗎 就是我們有影像 我們有實體的玻璃 我們也送黑膠唱本集去那邊 所以你可以透過不同的方式去瞭解你熟悉的事物 那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創作的過程 然後歌劇院的計畫是 我就覺得如果有了聲音 那是不是可以有了影像 有了裝置 有了民眾參與 就變成一個你可以在一個計畫裡面參與的一個契機 就是台中歌劇院主管藝術家計畫 然後台中歌劇院主管藝術家計畫 基本上是兩年的時間 你可以做好好的花時間去做甜調 跟這個台中的地方去認識 民眾互動的方式 變成一個你可以提出任何想法的一個企劃內容 他是表演他是展覽他是一個行為都是可以的 所以當時第一年的時候去年我們 我剛開始在整合的時候 我們就有一個任務叫做推廣計畫 一般而言推廣計畫都是 比如說你舉辦展覽或是工作坊 讓民眾參與去用這些方式去了解 可是當時我就在思考說 我身為一個出管藝術家 我如何在一個有效的時間內 去好好認識觀眾的故事 跟台中有趣的地方 而我想認識的人並不是那種歷史人物 也不是很有名的歷史代表台中的一些建築或是地區 而是一個市民角小景的故事 對我而言他會很像窗花一樣 很生活很日常 我們在不同的巷子都會發現窗花 那窗花代表的是他們那個建築物也是那個年代的事情 所以我也想沿著窗花這個脈絡去找 所以我們在去年辦了兩個活動 一個是鑲嵌玻璃工作坊 但是我們叫做回憶的物件 就是邀請民眾來參加工作坊的時候他們帶一個物件 他是可以耐高溫的 他是代表他自己的故事的物件做分享 然後跟 要耐高溫喔 對因為我們是跟不同的玻璃碎片焊接在一起 喔所以他那物件可以把它鑲嵌進去 對然後變成一個手勢 再度去使用 喔你教他們做這個手勢嗎 對 還是你做給他們 應該說我會引導他們如何去結合變成一個手勢 喔 所以其實你會 他們會帶來各式樣的故事 我們在製作的時候我們都會請他分享 這個物件代表什麼樣的故事 那一共有幾個人帶這些物件來 我們一共蒐集了25個民眾的故事 然後我們在製作完的時候 我們都會把故事記錄下來 然後最重要的是這個物件是帶不走的 因為他是跟著藝術家的展覽一起展出 喔他變成展覽的作品之一 然後大家又可以看到這個物件 知道這個人的故事 所以基本上這個方式也是因為我覺得 一般民眾他可能沒有機會好好分享他的故事 甚至是他的故事沒有機會變成一個展覽的展品 所以我想透過這個活動 讓每一位參與者都是真正的參與進來 這幾個人有什麼共同特徵嗎 就都是台中人還是 大部分都是台中人 可是我覺得年齡層有不同 所以你會看到不同的年齡層 對應的事物是不一樣的 有些是很好笑的 有些是很感動的 有些是很自己的故事 都是一個時間的碎片 有沒有哪個讓你印象很深刻 比如說有一個年輕的女孩 她就帶兩顆彈珠 彈珠汽水的彈珠嗎 是打彈珠的彈珠 小鋼珠那種喔 玻璃的 玻璃彈珠 然後一個是透明的 一個是白色的 然後她就是跟我分享說 這個彈珠是她小時候 她媽媽帶了去書局買的 然後買兩顆彈珠 一個是透明的 一個是白色的 然後多年後她媽媽得了病 她的眼睛慢慢的看不到 然後後來發現 她本人 她媽媽得了病 OK 然後眼睛慢慢看不到 市民 然後就會發現市民的過程 就很像透明彈珠 變成白色的彈珠 白內障這樣 對 然後她就覺得 因為他們家有五個人 所以她就是挑選了五個玻璃碎片 把它焊接在一起 就象徵支持她媽媽的 天啊 那 就很感動 這些都是你預料之外的吧 對啊 都是預料之外的 因為他們來 每個人帶什麼故事 你其實 你不會叫他們先投稿嗎 對 他們都是來現場分享你才會知道 所以對我來說 我也很期待 因為我其實是這個計畫的第一個觀眾 我不知道任何人會帶什麼故事 那我們就會把這25個人的故事 我們並不是 就是把它變成一個表演 而是我們會 我們會 擷取他們的一些情緒感知 變成創作作品 所以這25個人當時是大家一起還是跟你一對一 哦 基本上我們是辦兩天的工作坊 然後就全部一起做 然後大家都會在大家面前分享自己的故事 天啊這個會不會有人就是邊講邊哭 有些人哭了 有些人哭了 就是一個也是一個療癒的過程 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會帶一個物件 比如說有一個女士她分享一個水晶的吊飾 那這個吊飾是來自她的高跟鞋的吊飾 那為什麼呢 是因為她其實是不喜歡寵物的 她覺得寵物這個跟她的生命是無關的 可是有一年就是有一個鸚鵡飛到他們家 那就開始養了 然後發現越養越有感情 然後有一次她就是那個手勢就是 因為我叼她那個鞋子的材料把它叼下來 然後就收好 因為有一次的颱風天衝不沒關好 她就飛走了 然後她就覺得這件事情對她來說衝擊很大 是因為她沒有想過她為了一個小生命可以這麼的在乎 所以她帶這個物件過來 那你當時候請她們帶物件是對她們來說最有回憶的一個物件 或是最有回憶 就是因為其實我們在透過每個創作或是每個參與都我們在討論不同的時間 走故事 時間 切片 創畫也是一個時間 對 所以你從創花 然後因為這個部分又符合了讓大家參與藝術創作一部分 然後他們的創作又成為你之後的展品的一部分 你得到他們的故事 然後你們交換了一段生命的經驗 然後這個共創 這個跟一般素人的共創 也是透過老物件 穿花這樣的記憶去連發起來的 對 所以這是這次展覽的一部分 對一部分 然後第二個活動是回憶的投稿 我們是一張老照片 是你只要有照片中是老照片 第二個是你的背景是有海棠 就是台灣花窗都可以 然後幫我寫一段故事 這張照片有台灣窗花海棠花 對 有拍到這個素材就可以 然後寫一段你想分享這個照片的故事 所以基本上就是你會收到很多 因為通常有這個照片大部分都是家族合照 對呀我在想我有嗎 在家庭 因為家裡都是老窗花嘛 然後就會拍合照 所以其實基本上每個人分享都是家庭故事 然後這個方式是不一樣的是 因為第一個工作坊是民眾來割劇院 然後第二個是我就是看到民眾投稿 我去他們的地方 哦 你去拜訪他們嗎 對這也是我覺得很適合我的方法的填調之一 可是他們照片 哦 不一定是 可能照片的那個地方已經不在了 但是你去拜訪他們本人 去了解他的故事 其中有一個是殺戮區的女士 她就是給我一個老照片 是她小時候跟她全家人在一個老家拍照的畫面 一個照片 然後我們就相約去現場 然後那個現場就是在一個非常 擴建後的高架橋下面 她其實非常難找到 然後我一到現場就遇到 就跟陳宇寺相遇 然後她就直接跟我說 說你現在站的地方高架橋就是我老家被拆掉的話 你的我相對位置 高架橋 對 她已經沒了 哦 然後她就是帶我去走新河路的那一個社區 那那個社區基本上她就是 紅磚造的一層樓的那種斜屋頂 很像眷村的 就是民眾自己搭建的一個聚落 然後她就跟我分享 就是她小時候走那條路放學 然後沿街的那個 那個房舍是她的鄰居 她小孩是誰 然後那家的狗很兇 歷歷在目 對 然後我覺得第一個 我覺得她在介紹的時候 她好像回到她小時候的狀態 第二個 她所知道的每個地方都是廢墟 哦 都不見了 對 而且那一區都是 全部都是窗花的一個年代 所以我一共收集了五位的民眾的故事 然後你去拜訪他們 那他們 應該 他們所有的窗花位置 是不是現在都不在 有些還在 有些比如說 或是在老的房屋裡面工作 或是工作室等等的 所以對我來說 這兩個民眾參與 對我來說 它還會是給我們 共創業主家很多養分 嗯哼 那這個部分 回憶的投稿 它會變成什麼樣的形式 來呈現在你的展覽裡呢 就是 呃 基本上 我們 主管 呃 計畫的 主題叫做 Relight 嗯 就可以再一次透過計畫呈現 然後我們的關鍵字是日夢遊 嗯 所以其實這個日夢遊三個字啊 其實也是三個活動 日是白天嗎 日其實是我們在回應日常 嗯 所以其實我們在八月的時候 嗯 我們八月二號到九月二十九號 會在台中的留白計畫 嗯 展出 它是一個展覽式的 留白計畫是一個展覽空間 對它是一個展覽空間 然後我們在四樓 嗯 然後民眾在這個展覽 兩個月的展覽之後 你會看到 民眾參與的每個故事的內容 嗯 還有它如何就是透過藝術家 嗯 變成一個創作的方式 但 呃 所以在留白計畫展出的是 那個 大家做成首飾的玻璃嗎 就是 就是全部的過程 OK 全部過程 就是去年民眾參與啊 的小故事 然後還有另外一區是 每個藝術家如何去跟我合作的 哦 然後怎麼做 等算你的工作紀錄 對 它有點像是全部計畫的一個文物展 OKOK 然後還有包含就是一些細節 Behind the scene 你的BTS展 就是怎麼構成的 OK 那再來是我們第二個是夢 我們像如同夢境一樣 嗯 嗯 它其實是根據呃 聲音影像裝置的 藝術家的跨域整合合作 嗯 而做出來一個沈浸式的一個展覽 那它其實是在9月的20到9月29 它會有9天的時間 嗯 它是在台中歌劇院的5樓 突突聽 嗯 的展覽 所以其實基本上 你去留白計畫看完展覽 你知道一切的構成之後 嗯 你會非常的自在的去沈浸式 這個展覽 你就不會去怕說你看不懂 OK 所以這兩個 一個算是衛星展 因為就不在歌劇院 在留白計畫 對 然後它就是讓你讓大家知道說 你的這個故事怎麼蒐集 怎麼填掉怎麼構成的 不管是跟民眾還是跟藝術家 那這個的時間呢 是在8月2號到9月29號 在台中的留白計畫的Gallery 然後另外呢 這個另外一個展覽B 它叫做Relight夢 它就是直接用藝術家 回應了這些創作 然後把它這個展覽 沈浸式的劇場 所以它會有 沈浸式的一個展覽方式 沈浸式的展覽 那它會有什麼 裝置有投影 它會有裝置有投影 有影像 OK 然後這也是為期9天 在我們9月20到9月29號 所以如果能夠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大家看展覽很多會 大部分啦 相對一般民眾 沒有那麼多時間可以去了解 它創作的深層跟脈絡 而且很多時候大家就會是 認為是一個看熱鬧 嗯 但你想做的其實不是這件事情 你想要讓 讓大家更 有更多的機會去體驗 你所體驗的事情 應該說我希望比如說 就好像回到我自己 一個是當代藝術創作 一個是燈具 基本上對我來說 我們所有的工具 都是我們想要傳遞 我們的價值觀 或是哲學的載體 嗯 然後所以我就覺得 比如說我們的 六百計畫的展覽 它會是一個 大家都可以閱讀的 嗯 它都可以溝通的 但是你到了 嗯 台中歌劇院 吐吐廷的夢的展覽 嗯 你是可以享受 這些 呃從寫實 到很抽象的 情緒感知 嗯 他 看這個展覽的時候 它並不會是一個 藝術家 要告訴你 要體驗什麼樣的東西 嗯 而是 它其實是一個結晶體 嗯 你可以透過這樣的體驗 去反映你自己的生命狀態 嗯 它會是更好的 就像玻璃反射一樣 哦 所以你在 突突聽的時候 你會看到 玻璃的聲音 它如何變成一個 曾經式的音樂 OK 那那個影像 會有一些寫實 比如說 我們的影像技術 基本上我們是用兩種方式 一個是類比的拍攝 嗯 然後一個是把全部的玻璃花紋 跟街景 掃描 變成一個點雲系統 點雲系統 點雲系統就是說 你掃描這個物件 它是3D的數據 然後它都是一點一點的 OK 的組成 所以你在遠看是一個手 可是你拉進來 就是一點一點變成一個世界 對對對 我們是用不同的科技 有類比的 有數位科技去做整合 OK 才達到一個奇幻的效果 那我們第三個活動就是 油 油基本上它就是一個 因為我們把 衛星展拉到一個老城區 嗯 然後歌劇院其實是一個七期的一個 比較新城區的 統化區 對 所以我們會根據一個 我們會辦兩天 每天各一場的走讀 它是會自在 9月27跟28的那一天 OK 然後我們會從 呃 台中市的東區 一路走到就是 西區老城區 中區 這路程很長嗎 路程算蠻長的 可是我們一路會橫跨 在清代日日時期 民國初年的各種 隨著台灣花紋的一個路徑 這段路徑會 你會看到不同的 呃 台中市比較冷門的 可是就有 卻有我想要分享的一些 時間的線索 創作的線索 然後還有不同的 程式的尺度 所以這個路徑 是你自己去考察出來的嗎 對 它這個路徑 也會用於 創作上面的素材 你花了一番功夫耶 關於 關於考察這個路徑 跟川花的脈絡 對啊 這個路徑必須要去 就是對應到 我的時間軸 然後還有 比如說 因為我們一提會有30個人 所以它是必須要一個 比較安全的路徑 可是 也是以川花為關鍵嗎 對 就是你在一路上 你都會看到 川花在不同的建築物 嗯 不同的場域 然後還有就是我會沿路 分享我的 創作的經歷 你當初怎麼找到這個路線啊 你就是真的在找 收集川花喔 比如說 我先以 以我想去的地點 比如說 或是參與者投稿的時候 他的地點 去做串聯 然後我就是 我那時候就是去田吊的時候 就是每天會一直走 發現什麼有趣的事情 哇 對 所以我可以大約分享一下這個路徑 嗯 我們一開始會在東 東北區的一個叫做 方華玄武的玄武店 嗯 那方華玄武裡面 全部都是賣台灣的 早期的時候 在做貿易的年代的時候 各國進口的一些器皿 所以民眾會來 會被這個 民國早期 他的建築外觀是早期的房舍 所以你會被 這個年代所包圍 之後你會看到床花 然後我們沿途會走 然後我們的第二站會是 走到 台中的東士子聚落 東士嗎 東士子 東士子 他其實相對位置是在 台中的放送局的周圍 他其實在清代就已經有 不同的聚落的稱心 對 結果你會看到就是 那個聚落是當地的人們 就很像有點像台北的寶藏岩 他們是自己去做針見的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巷子裡面的 建築物都是停止的 因為他們有經歷過 比如說水源地的開發限制 還有鐵二大學的都市計畫的保留地 所以他們那個圈 那一區全部都不能新蓋任何建物 所以時間反覆暫停了 然後再來是我們會再走到台中公園 你會發現有很多台中公園的歷史 跟遺跡 然後再走到老城區 台中公園是處刑場嗎 其實如果你認真去調查的話 其實它會牽引到日治時代 跟比如說二二八事件等等的 它都非常非常多的一個歷史脈絡 對 台中公園是就在光復國小那邊嗎 台中公園 對沒錯 我覺得那邊 棒球場也很精彩 很精彩 對 好 那 因為我自己本身 我沒有要 我不是要嚇大家 因為我如果這個就是 本身體質偏敏感的人 我記得這路線還是帶個護身符好了 應該說第一個我們路線是大白天啦 OKOK 然後第二個基本上我們會去 會去比較想要分享的是 我在床中獲得了什麼線索 歷史的感受啊時間的線索 然後再來我覺得對我而言人比較可怕 是啊 對 真的人比較可怕 但我們就是討論時間嗎 對時間的流失 所以我覺得歷史雖然是有些東西是蠻難消化的 可是它就是一個證明 然後這個路徑這個路程全場大概多幾 花多少時間 我們直線走的話會是一個小時多 但是我們會慢慢走大概會是兩個小時 對 中間有吃的行程嗎 中間我們有休息的行程 但是我們最後會扣回到雙手的工藝 所以我們的終點會是在成雕刻處 成那什麼東西 它是專門 早期專門是刻木頭的 刻扁額的一個老店 比如說台中的太陽餅的那個餅模 也是他們家刻的 他們還是繼續在保持這個工藝 所以你們在那間店要 就是在那邊是終點 回扣到我們在討論雙手資產跟工藝的價值 工藝記憶手作 對 哇塞 這個扎扎實實你的八九月相當精彩 那這些活動都在台中歌劇院上面找得到嗎 對 沒錯 你自己的粉絲專業也會 我們都會有宣傳 珍珍 那個珍珍假假的珍珍上面會PO 沒錯 所以你這次去助館的名義會用珍珍的品牌 其實應該是我個人 我是概念跟計畫主持 那珍珍他其實是 會是在合作藝術家的一項裡面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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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基本上我的身分是很多重的 嗯 你是個伸縮自如的 多重人 海綿寶寶 那我想要問你 請說 就是你可以分享你生命中 最有記得的 有關於窗花的回憶嗎 我一直在想耶 窗花 我剛有想到的是我小時候的老家在宜蘭 然後因為那時候是 我爺爺是警察 我外公是警察 就是坐在眷村 類似類眷村警察宿舍那種 所以小時候的老家 就是真的也是要生活煮飯 然後 那種窗花就是很像小學教室會有的那一種 但是 我剛才想說 那個不是塑膠嗎 還是那就是所謂的毛玻璃 那是玻璃 那是玻璃喔 因為它 不像現在玻璃的質感啊 它就有點塑膠感 所以 那種就是 我不知道你到底看到什麼東西 你沒想到應該是窗花吧 OK 那就是窗花吧 對啊 小時候在那邊的話會覺得 我的成長在那邊 然後 就是 蠻怎麼講 蠻回不去的一段歲月 就 那個 那個時間 你講到窗花 讓我聯想到那時期 就是好像你 無法再經歷過的一段人生 應該說 我很重視一些 比如說 越來越消失的事物 或是 有些事物會讓你感到很 很溫暖的 比如說 童年的溫暖等等的 這麼單純的狀態 所以我想透過不同的創作計畫 不同的呈現 讓民眾可以 再度 再度回想起 或是討論 對 然後像比如說 也很期待 就是不同領域的人 看到這樣的跨域合作 它會產生不同的價值 比如說 傳統工藝 它可不可以跨域變成劇場 玻璃為什麼可以成為聲音 那玻璃成為影像之後 我們可不可以討論到VR區 那所有全部的跨域 基本上 的材料都是來自於 就是我們很熟悉的台灣創畫 那就是我覺得是 對我而言是一個 我想要看到的新的風景 對我來說也是新的合作方式 回應到新媒體育署 跟傳統工藝之間的來回 那現場會賣燈嗎 現場不會賣燈啦 還是可以賣吧 要是我看到 這個創花都不錯 可以跟我聯繫 可以訊息粉絲 還是需要啦 所以你這個展覽沒有表演者嗎 我剛剛想到這一題 其實我覺得表演者就是 那些參與的民眾 對 他們就是你的表演者 對 因為我們全部都是在閃個鏡子 去反射每個觀眾的 自己的生命故事 可是突突聽 你要怎樣做一個沉浸式的呈現 我也是蠻好奇的 而且要沉浸什麼 應該說 這是個大議題耶 對啊 因為我們有點像是 它並不是一個表演 它是一個它是 因為突突聽第一個 它的空間 它不是平的 它全部都是凹凸的 就很像一個洞穴 對我來說 我第一次進去的時候 它是黑的 然後很像母體的感覺 那母體就是我們 第一次接觸到時間的一個空間 哦 所以我們會在這個空間裡面 發生很多時間的切片 所以 投影的東西 沉浸的東西是比較 抽象意識的嗎 我們都有寫實跟抽象意識 不同的時間切片 然後 可是我們一開始會是用 裝置去做一個開始 它是一個時間的鑰匙 什麼樣的裝置 我們裝置會有三十二個光 一個 一個 三十二片玻璃跟光的一個互動 所以民眾你可以去跟光對話 跟時間對話 你的對話的內容會變成光 你說真的跟它講話哦 對 它會跟你互動 光會回應 我們就開始這個時間的一個 一個旅程 它是算深波的傳導嗎 還是 它是算黑科技 沒有啦 就是我們會有一些 我們這次合作的是雜播計畫 一個裝置藝術的團隊 所以基本上 你會發現有真實的玻璃在現場 可是你會有一些不同的 互動的過程 包括你在影像或是聲音在走的時候 你可以遊走在空間 也是同樣的遊走在不同的時間切片裡面 對 所以這個展覽它有總長的時間限制嗎 我們大約會抓一個小時 可是因為我們其實是兩年計畫 我們在去年有做try out 去年try out是差不多二十幾分鐘 然後有些民眾基本上他們會來好幾次 因為沒辦法探索完 對或是說他想挑一些很少人的地方 很少人的時候慢慢的自己跟自己相處 那這個需要預約嗎 這個不需要預約 就是我們的展覽都是免費的 都是開放的 對只有走讀活動需要報名跟付費 了解 好的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伯傑來到我們節目 然後伯傑的總共三個展覽 在最後跟大家總結一下 我們reline有日夢遊 日的部分是我們8月2號到9月29號 在留白計畫 台中留白計畫 夢的部分是我們的9月20號到9月29號 在台中國家科技院的突突廳 然後在9月27還有9月28的時候 有我們遊 就是遊行的遊走路的計畫 關於這個古城然後老物件穿花 有藝術家帶您的最真實的一趟旅程 那這個是需要事先預約報名 然後還有費用的 那有關這些詳細資訊呢 大家都可以上台中歌劇院的網站 或是上我們博傑珍珍 鑲嵌玻璃的粉絲專頁社群媒體 都可以找得到 今天呢非常謝謝我們的博傑來到現場 預祝你的這個所有的展覽一切都順順利利 謝謝 好不好 跟玻璃一樣光芒四射 哇 耶 觀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